報告師兄 對啦 整整天咧 我跟這個蘇眉小友去餐廳吃飯 競然發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等一下 你們兩個怎麼有什麼意思 兩個約出飯你們又約我 好啦 人情靈緣 不分不平 暗通傳奇 沒開山路 所以大家百年好合 拚路啦... 好 大師兄請便 謝謝大師兄 多謝陳全 什麼在請便 哪會這樣拜託 如果大師兄這一去不回的話 我們兩個就細分你的這個薪水 我們兩個很快就可以買房子買車 謝謝你囉 好啦 我告訴你 我不再包第三次的紅包好了 不要 我不會說 你們兩個去餐廳遇到什麼奇怪的事 就因為那間餐廳是一間 西餐廳牛排館 但是裡面餐廳都很怪 我懂了 用夾酒 夾油 還是用夾牛 沒有 這個用收的有點麻煩 乾脆演一邊給妳看 不是你想那麼簡單 你們現在是 你們兩個是 服務生 對 服務生 我們現在實地 操作一下給你看 來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服務生就出來了 歡迎光臨先生小姐 請問一下你們是 三乘二加一減五 總共是兩位嗎 另外以後有一個我過來問 那請問你們 你們是要靠窗區還是紅燈區 那請問一下你們要的牛排 是泰國水牛 丹麥紅牛 還是西班牙豆牛 妳說怪不怪 那還有一個問說 請問你們是用的餐具呢 是蝴蝶刀 七星劍 還是用手抓 那請問一下套餐的餐前酒是要 加涼的 紹興酒 還是 虎頭蜂藥酒 對 另外一個問沙拉就問說 請問你們的沙拉 像豬腳沙拉 羊肉沙拉 還是眼鏡蛇沙拉 好 那沙拉當中我們有配菜 有當歸 枸杞還有人生片 請問你哪一樣不想加 對 而且他講到沙拉的時候 兩個人還站在一起 有吼吼 沙拉拉拉 沙拉拉 映了午餐 嗨 你無聊 沒有…他們還有問 對 他們還有問 請問一下 那你們附餐飲料是要豆漿米漿 還是胖大汗 沒有 那還有一問 請問你們的餐包是叫 生煎包 小籠包 還是破書包 隨便你們選 真的嗎 他們最後還是問說 你們那個甜點 是不是要車輪餅 地瓜球 還是紅瓜粿 我覺得你已經餐廳有鬼是吧 對啊 哪有人家吃牛排 附什麼豆漿 而且我想不出來 那七百雅豆牛用這個蝴蝶刀 到底應該怎麼吃 到底要怎麼吃 我真怕他拿那個火 那個冰證給我擦 這太誇張了對不對 沒有問題要不要用血滴子 這個因為台灣是餐廳 那個主題餐廳 有特色那種太多了 我跟你講 記得有一回 我跟老婆去一下浪漫 有氣氛的 第幾個老婆 第八個 你不要再害我了 我們去一下那個非常浪漫 有氣氛的華國餐廳 想要品嚐一下 這個異國料理的風味 結果那個菜名 真的端出來 菜色才是讓我真的是欲哭無淚 是什麼樣的菜色跟菜裡面 像是有一道菜叫做 油煎 鮮酥生蠔蛋 我看這個菜名好好吃 聽起來很異國風 聽起來還蠻炫的 端出來是什麼 端出來是娃娃煎 這沒有什麼 另外一道菜叫做 金鎮肉末 佐青蔥 黃金蛋絲細麵 大國菜都這樣子寫 佐什麼 佐什麼 對 端出來的是 陽春麵 最離奇的菜名是這一道 你要注意聽 叫做呢 炸石井菇肉 百惠國米醬粉皮 是 罵完了 蛤 也對了 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唱得很複雜 但是最氣的是他還附了一個 天蓬四十堡 傳菜 不是 它的四成湯 為什麼 因為天蓬元帥就是豬 它裡面有豬腸子 所以豬腸子在裡面 四十就是四成湯 所以天蓬四十堡 四成湯這樣而已 人家也沒有騙你 也算沒騙 說得也沒有錯 但是現在很多外國遊客 都要來台灣品嘗這個美食 這道菜名寫得不是很清楚 就容易產生很多的誤會 就拆頭寫得太過分了 是 會有什麼樣的誤會 像是有一個外國人 到一家飯館 老闆拿著一張菜單 結果老闆就問他 你要出什麼 你們有什麼 蔥油雞 爆炒雙脆豬肝湯大碗炸醬麵便當 便當 結果那個外國人就很認真的 他就要點第一道菜 他說老闆 怎麼會這樣唸 都沒有人教他是橫著唸 橫著唸 橫著唸 對啊 這個外國人第二次他就搞清楚了 中文真的要橫著 看來要不要出很大的問題 過幾天他就來另外一間餐館 那個菜單又不一樣了 膠原 龍珠 南瓜 米粉 牛肉 炒麵 芝麻 蝦酒 大薄片 因為你要點哪一個 外國人就僵化了 老闆我要點 大隻牛腩椒 喂 所以 這個要真的要注意一點 因為這個餐廳 要設計這個菜單設計 很重要很重要 等一下 對 不過吃飯的地方都叫餐廳 對 你不知道餐廳還有其他的名稱嗎 我當然知道 講到這個餐廳 有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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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郭大叫做客棧 漂亮 說到客棧了 妳是 妳是 我像嗎 不是嗎 到底是這個大桶油有問題 還是小桶油有問題 還是桶桶油都有問題 現在幹哥已經從頭到尾 告訴妳要知道名字有什麼來的 等一下 再畫下去我還要問嗎 你趕快把我抓走算了 我不要玩啦 不要再搞了 帥多了嘛這樣 好 好 好